房产证准备好了吗 我带着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来了 我们一起去把房子过户给他们 我们离婚已经半年了 财产也已经公正过了 这套房子也是离婚后 我自己挣钱买的 我为什么要把它过户给你弟弟呢 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吧 才能说出这种话 既然你当初选择了我 即使离婚了 你也要管到底 你家有好几套房子 你住得过来吗 与其闲置着 还不如成全我弟弟 我弟弟现在着急结婚 我劝你时时务一点 你弟弟结婚关我啥事 再说了 我以后也是要结婚的 毕竟我现在顶着二婚的头衔 没有几套房子 我怎么找一个好媳妇呢 你也知道 没有房子就没法结婚 现在我弟弟比你更需要 我以前就让你给我弟买一套婚房 但是你拒绝买 现在我不希望你再拒绝我 总之 今天你的房子必须给我弟 如果你不给房子 就给我一百万 你的脸怎么这么厚 我们已经离婚半年了 我有什么义务给你弟拿钱 他不是我儿子 既然你这么不识时务 那我就跟你摊牌吧 我问你 我们离婚后 家里就几十万而且 现在你又是买房又是买车 离婚时 你肯定少分给了我钱 今天你要么给我第一套房子 要么给我一百万 补偿我的损失 要不然我就去告你 不瞒你说 自从我离开你之后 我的生意就蒸蒸日上 可谓是日转斗金 买房子还不是小事一桩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那你去告我 想要的我的房子这不可能 我辛苦打拼了这么久 才有了这一点加点 你以为你张张嘴就可以坐享其成 你以为我是你的提款机吗 还把你弟弟和他的女朋友 带到我这里来胡搅蛮缠 总之 我告诉你 你休想从我这得到一分钱 怎么就胡搅蛮缠了 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这一份 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离婚的时候 你就分给我二十万 这点钱够干嘛的 要不然我们复婚怎么样 然后你把房子全部写在我名下 我来打理 你觉得这可能吗 除非我脑袋被驴踢了 你看我已经诚心地向你道歉了 你就答应吧 你把房子给我弟弟 我就同意和你复婚 这套房子就当是给我的彩礼 我也不跟你要其他彩礼了 我看你是真拿我当冤大头 这是婚姻 不是生意 复婚还想要彩礼 你这不是搞笑吗 谁结婚的时候不给彩礼 我们村一个人二婚还带着孩子 还要了三十万的彩礼钱 你和我姐是有感情基础的 肯定不能比她少 我妈说 没有房子肯定不让我结婚 这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 你看这样吧 我虽然是二婚 但我有钱 你嫁给我 我出三十万彩礼 我还有房子 车子 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给我三十万的彩礼 还有房子车子写我的名字 这些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同意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那真是太好了 那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领证结婚 你们什么意思 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 我都等了你多久了 房子和彩礼一样 你也拿不出来 你就知道每天跟我画大饼 现在我遇到合适的人了 你是个好人 可惜我们不合适 你不要纠缠我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打算跟我结婚了吗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德性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你连你小舅子媳妇都抢 你还是人吗 你说这话有点过分了 他未婚 我未婚 我们凭什么不能在一起 亲爱的 我们走吧 对了 过几天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说完 俩人便走了 姐弟俩愣在原地傻了眼